现在澳股当中有何板块值得大家关注一下呢 今天是2月26号星期五 大家好 欢迎收看GoMarkets今日盘浅解析 那周四矿业与金融集体发力 澳股的冰封一度见指6900 那矿业勘探公司SFR领展大盘的同时 股价是走出了一年的高位 那对于SFR而言 其下一阻力是在6.5区域 那在上涨身影之列 旅游板块表现出色 两位代表FLT与WEB 在图形之上已栏露出积极信号 那与长久以来坚定不移的 看涨旅游板块不同之处是 我是在本周通过信息的方式有做通知 那对于旅游板块近期的不错表现 在与疫苗作用对比之下 我个人的理解更倾向为 旅游板块前期所承受的巨大压力 那因为疫情的缓解 而渐渐的得到压力的释放 那因为当前的市场环境 是不认识在美股还是A股当中 股价修复都是当前的市场主题与节奏 而在下跌的身影当中 买粉A2不幸再次上榜 那对于A2而言下方8块钱的价位至关重要 那对于已经拥有VEP的朋友们来说 需要注意下方10块钱左右的价格区间 当前市场敏感多疑 但大宗商品的动能强劲 那澳股机遇多过风险 那香港恒生与上证指数合理区间波动 天下没有不散宴席 A股方面机构既然可以抱团 那机构散火当属正常情况 那A50指数继续调整 下方18000会是最近支撑价位防线 美国时段三大股指掉头南下 那斯达克身先士足 那但是截至目前为止 股市并无崩盘迹象 那货币方面美元指数坚守90关口 关口不破则美元短期存在反弹可能 那债券收益继续打压黄金 1765仍然会是黄金的关键价位 持仓者应该观望 而不是加仓超级的观点一如往昔 投资需要策略 选股需要技巧 事实的屏蔽耳边的锅躁 可能对我们更为有利 那以上的就是我们今天所有的内容了 欢迎认可跟支持我们的朋友 点赞与转发 我是哥马里斯来的 我们下期节目见 OakMarket在线交易首选券商